Rick Crash 是一款没有挡板的打砖块游戏 玩家必须要使用手指画出轨迹充当挡板 来帮这个缩成一团的小女孩打破上头的方块 这款游戏的目的并非是清空砖块 而是清出一条突破天花板的途径 冲到顶楼所花的时间越短 评价就越高 玩家可以瞄准打破拥有特殊清除 彩虹效果的砖块来加速通关 如果吃到特殊的彩虹砖块 还能够一口气原效速成喔 以三国时代为游戏背景 并且拥有爽快杀迪快感的横向动作游戏 刀锋无刷 玩家将化身美艳的玉姐 或是娇小萝莉等四种不同的职业角色 在战场上杀入敌阵奋勇杀敌 并且带给玩家们全权倒肉的杀敌快感 特别的是义夫当关的武将们 在游戏当中可以使用两种武器 一样为适合近距离攻击的斩杀武器 另一样则是远自离的魔法武器 适时的切换两种武器就能够对应战场上的各种变化 让战斗更加顺利 还有关卡掉落的物品可叠集的卖掉喔 每一样可都是高等物品升级的素材喔 穿着飞鼠装在到处都是外星生物的峡谷飞翔的 Planet Driver是一款非常有科幻感的俯冲游戏 游戏当中有各种千奇百怪的任务 像是要你战购金矿或紧贴墙壁前进 或者闪躲落石的特技飞行 还有外星生物会来干扰你的前进 这个时候可以藉由滑动萤幕来加速 用冲击波来消灭这些敌人 随着关卡的不同 飞鼠装的攻击方式也会越来越多喔 带着你心爱的玩具上战场吧 以玩具为主题的动作射击游戏 Fantastic Plastic Squad 将带我们前往床上桌下 甚至是柜子后头进行各种任务 以玩具的视角来执行任务 这一路上会有许多异形和邪恶的玩具 你必须要善用跑跳射击 甚至是拳头来击退它们 请努力的拯救善良玩具 脱离邪恶玩具的威胁吧 还记得古早时期的知名游戏Q伯特吗 Toast Goat 就是一款继承了Q伯特精神的手机游戏 在以3D结构组成的地图上 玩家扮演的角色必须踏过每一格土地 并且收集地上的奖牌才能够前往下一关 路上会有许多动物和障碍物来阻碍你 它们的行动逻辑各有不同 在后面的关卡甚至会有本身就是陷阱的格子出现 而游戏没有时间限制 所以玩家可以耐心等待敌人离开 谨慎前进才是不二法门呢 讨厌瞄准力的99 Rockets 玩家必须要控制翻滚前进的火箭 抓捲角度和时间将它们射向在外围的星球 虽然说射中的难度好像很高 但是因为没有时间限制 而火箭会随着轨迹循环移动 所以玩家可以等待恰当的时间才发射 随着难度的增加 后面的关卡甚至会有二头或三头的火箭 好好锻炼出可以同时瞄准许多颗星球的技术吧 弹设游戏Baseball Riot 让你用棒球来发泄不爽的心情 身为打整的你 目标就是计算棒球集出之后的弹道 来打刀讨人厌的老伯 游戏当中拥有各种地形 玩家必须要在有限的球数内 善用场景当中的边角和斜面 来打出理想的弹道 关卡中不只有仇家需要清算 还有代表成绩的星星需要击破 玩家可以借由连续击杀得到奖励球数 来打碎这些星星 对于弹道计算有信心的玩家们来挑战看看吧 兼具智慧和操作技术的抑制游戏 Shapeway 分为建筑和闯关两个阶段 玩家需要先在第一阶段分配各种方块 在关卡中作为踏角处 然后在第二阶段中利用这些方块达正过关 使用的方块越少评价就越高 所以除了正确的配置方块之外 更需要精密的操作才能够过关 考验你的操作手腕和脑袋喔 你的集中力可以撑多久呢 考验集中力的Spawn Runner玩法非常简单 玩家将控制一颗小球 这颗小球可以透过点击 让自己分裂或是集中 玩家必须看准路上红色障碍物的位置 闪开它们并且收集电池来增加分数 即便撞到障碍 只要还有一颗球没事 就可以继续游戏 并不需要完全闪开障碍物 不过你能闪到什么时候呢